大家好,我們今天會教大家 如何透過老師這部 iPad 去控制學生這部 iPad 第一個步驟就是要學生連接老師這部 iPad 一般來說,這個步驟是不需要去做的 事前我們 AVRT 組已經幫你處理了 但有時候可能是學生的機器掉了等等 有任何情況,大家都可以去到這個程度 首先,我們開啟一個 CastWorm 在老師機上的程式 然後你會見到,我本身已經有一個開啟的課室 現在我開啟一個新課室 按這個加好 然後就可以打這個課室的名字 一般情況,老師是不需要做這個步驟的 好,接著我按燈 好,你就見到已經開啟了班房 反而老師如果發覺學生接駁不到的 就要在這一步就開始了 首先,按入班房 你會見到現在我暫時的班房是沒有小朋友的 我們就按Invite Students 他就會有一個密碼 例如3189 每一次都不同 學生就需要在setting這裡 按一按setting 然後找回課室 如果英文版就是CastWorm 然後你就會見到 因為在同一個網絡下 已經見到我們的班房 按進去 然後就打名字 例如是Testing Student 這個我們本身AVIT做已經處理了 正常就不需要做 然後剛才我們有一個叫做3189的密碼 在這裡按回 學生就要按3189 好,接著就按加入 那你就會發覺 學生就進入了我這個班房 好 假設我這個班房只有一個學生 那老師見到這個學生 就按Add 再提一次 其實這個動作 是一般情況不需要做的 好,當你見到 譬如說現在這個Student 我們已經見到 好,這裡 它正在開啟一個 應該是一個setting的app 譬如我再開另一個 譬如我開一個Kalhu 那你就見到 這裡就會見到一個圖示 就是知道它開啟啟app 所以這裡第一步 你就已經知道 它是不是在做一些 我們不想去做的事 譬如說 我們明明沒有叫它 去瀏覽器 那誰知道 你就見到它 去瀏覽器 Safari 你就知道這個學生有問題 OK 好,這是第一個功能 好,第二個功能是什麼呢 譬如說 咦 我想 全班都聽我說話 不要做其他事 你就可以按 右上方這個 鎖 鎖 一把鎖 它就會展示學生出來 然後 你就會見到 它的機器就鎖了 iPad 已經鎖了 哪一個 這樣 然後你就可能 繼續教書 教教教教教 好,然後 我想它們 做動 你可以按回 unlock 然後這部機 就已經可以操控了 這就是我們第一個功能 就是鎖部機的功能 記住 在我們的右上方 好像一把鎖的按鈕 有時候 學生可能未必會開APP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很簡單 我們就可以 控制學生開APP 譬如我舉個例子 我按一按 這個學生 然後我就選擇 Open 那你就可以選擇 我想它開一個 叫做 AMI的軟件 那你就會見到 這裏就會開了 AMI的軟件 不過它就說要有AMI OK 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第二個功能 除了鎖部機之外 我們就可以做法就是 幫它開 那你說一個一個 就有很多東西做 你可以在這個位置 按著這個 icon 按一下 按一下 因為我現在的班房裡 只有一個學生 所以你見到一個 那我就說 好,開個相機 那你就見到 學生部機就開了相機 這個就是我們第二個功能 除了是 我們的鎖部機 還有這個 幫它開APP之外 當然你會見到 還有很多的 譬如說 有些學生 我們不知道會出聲音 我可以將它 瞄準 讓它不會發出聲音 又或者 我想看看學生做些什麼 那你變成正常 現在你就知道 他正在開啟相機 究竟它在開啟相機 正在做些什麼 你就可以按下這個 按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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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帶 4點 你就會見到 原來它正在做些什麼 譬如說 它正在開啟一個 天氣 正在看天氣 很無聊 或者看天氣 你都會即時見到 它在做些什麼 即是說 你見到 第一個功能 鎖 就是鎖一下這部機 不讓它動 第二個功能 就是幫它開APP 第三個功能 就是 我收起來的APP 第四個功能 就是看它在做些什麼 你說 可能有時候發覺很慢 等等 因為始終如果多些機 可能流量都會 出現得多 我就按多一下 這樣就不看它 但你其實看 按鈕 你已經知道 它在看天氣這個APP OK 好了 剛才說了 譬如我知道它在看天氣的APP 我覺得不可以 我就按這個 按鈕 這樣 它的APP 就會消滅了 就會幫它關掉 當你第一次發覺這個問題 你就可以再跟它說 不要開APP 這樣 這裏就是一些基本功能 當然 例如你看到 還有一些進階功能 例如說 我幫它開APP 開APP 我這次想開這個 是一個日曆 但留意 Lock in app after opening 即是說 我去了一個日曆 之後 我不想去到其他地方 我就試試翻一次 按到這個 按住 然後按一下 按一下 它又開始了 好了 因為這部機器沒有用過 所以有些設定 好了 你看到 在這個 日曆APP 我今次按這個 HOME SCREEN 出去 已經沒有反應 你看到沒有反應 即是按不到出去 它怎樣按 平時我們的手勢 都走不了這個APP 實際例子 例如說 我想去開卡普 我只想去卡普 你就可以設定 Lock in the app 它就不會去到其他地方 當然 你又可以幫它 收起來 然後 你會看到 它就會 將 APP 收起來 就變成這樣 大體上 當然 Apple Classroom 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而這幾個 基本上 是我們 可以處理到日常的課堂 最後再重提一次 右上方 你可以 關掉聲音 鎖了它的機器 讓它甚麼都做不到 收起來 現在這個APP 這個就是 即時可以看到 它們在做甚麼 先散開 然後 這個沒有說 就是幫它開網址 反而反過來 就是這個 幫它開APP 而開APP 那裏 可以有一個 叫Lock in app after opening 即是它走不了 如果你沒有選擇這個 例如說 我有開過相機 它開了相機 學生按空按鈕 就可以出去 這個 就是我們 基本上 Apple Classroom MDM的 一些小小分享 下次再見 拜拜